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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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晚安 非常高興 而且非常興奮 也非常謝謝大家來願意來參加 這個新生講座這一門課 這一門課在台大是一個過去沒有的課 我們在新校長就任以後 他其實很在意希望我們能夠有更好 更多的多元的課程 也希望培養大家新生的能力 我們在這裡就事先先籌劃了 這一門新生講座的課 在這一門課裡面大概 因為我們人數相當的多 所以我想我們這一門課應該這學期 基本上它會處理起來 就有點像諸位同學來聽一個知識的饗宴 就是聽一些老師們的有點像演講一樣 但是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希望的是透過老師的演講 我們希望老師們幫忙大家打開一扇窗 我們是非常非常鼓勵大家 在隨後要問這些老師問題 甚至如果課堂上沒有來得及問 我們有八位助教也會幫忙處理問題 我們也有Facebook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希望能夠帶動這個氣氛 帶動大家學習的互動 我是因為這一門課的總主持人 所以在這學期裡面大概大部分的 應該所有的時間 除了有一個禮拜 我必須在美國開會以外 我都會在場 其他我拜託了很多非常熱心的老師來參與這個課 他們也會常常出現 我是大氣科學系的郭鴻基 那這課程大概是這樣 我個人是當然很多事情都有 大家可以有不一樣的想法 但是我是比較回歸到古希臘人的一些想法 我們古希臘人常常講Liberal Art Liberal Art在我們現在中文翻譯就叫通識 或者叫博雅教育 那我的感覺是Liberal就是一個自由 在古時候希臘人 Art事實上就是技術不是藝術 不一定是指藝術 所以Liberal Art基本上就是認為 它認為一個自由的公民 如果你要自由的話 你必須要擁有一些基本的技藝 基本的技術 基本的工具能力 你才能夠自由 你才不會給人家憂夫 你才不會給人家撫弄 所以在一些其實在美國的一些學校以及地方 他們對Liberal Art其實蠻重視工具的學習 對工具還有對一些事情的學習 那當然在這個背後 我個人其實老師的小孩子大概沒有比你們大多少歲 我想我自己個人的觀點就是希望開一扇窗教育 希望大家有better life 有更好的生活 那如果再講稍微一點 就希望大家能夠是一個非常好的公民 但是我大概不會再講說我希望大家最後變成是國家很強 社會很好 因為我個人的哲學 我認為其實所有的事情最要緊的就是大家有好的生活 跟大家是好的公民 那當然這個好的生活 什麼叫better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今天在台大 我們不會認為只有吃喝玩樂物質的享受才是better life 我相信我們大家會認為總是要有一些精神 有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那我們公民 我們對社會 我們希望改變我們的周邊 我希望我們的周邊會變得更好 但是我相信的是我們是一個好的公民 都是由公民自主自發的來改善我們的社會 那當然這個是這三個字是我一個在加州理工學院 事實上也是一個中研院的院士 化學的院士 他我的一個老朋友 他常常跟我講的 他們在加州理工學院 希望訓練的學生最後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是希望學生要有motivation 就是要有動機 所以我們在這個課裡面 雖然我們這只是一個兩個多小時 有演講 有發問 我們演講不會佔掉大部分的時間 但是我希望就是 希望鼓勵同學有動機學習 所以鼓勵同學有動機來跟我們互動 跟我們老師互動 然後來參與這個課 那當然他講到maturity 意思其實講成白話文就是有點打死不退 因為大部分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其實應該會有很多時間你是會去撞牆 我的研究生常常就會碰到撞牆 但是我們撞牆 如果你說我從小到大從來沒有撞過牆 我實際上會覺得很害怕 我覺得應該是任何人不可能永遠 你做研究都不會說 因為我做不出來的時候 我沒有碰到困難問題 那這都很奇怪 怎麼可能有這麼好的事情 那這個裡面碰到問題 怎麼樣克服困難 怎麼樣從困境裡面重新走出來 這個是他們在裡面他們講的maturity 就是字上我知道西方非常重視這個 那當然最後creativity 這是一個比較難難談的事情 這個就是也是 不管怎麼樣 我個人也覺得還是有一些基本的訓練 那當然這基本訓練什麼是最重要 我想也是見仁見智 不過我個人仍然是比較 我的相信就是 是希臘古人講的 讀算寫三個字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也會讀 你如何正確的閱讀 正確的判讀 以及寫 在西方 其實寫作是非常非常的思考的 高階層的思考 所以我們以前論譯講說 學而不思則往思而不學則代 但是在西方沒有這種觀念 他認為你不寫的話 你根本就沒辦法思考 沒辦法做最後的思考 所以在西方很多的學習的過程 我覺得個人是覺得相當好 他們是有時候故意叫你要寫才會學習 或者叫你讀才會去學習 所以他們非常重視讀跟寫 那當然這裡面一個算字 這個是我自己是大氣科學系 我們是做科學 跟很多理工的老師一樣 對這個算字當然一定有一點情有獨鍾 那這裡面從幾何代數為積分 但是我想最主要 還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至少我們都可以看到 整個世界已經完全不一樣 也是因為有電腦的存在 電腦數位資訊的存在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在我們社學系 我也情商的康斯仲老師 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在這裡當然就稍微講一點點 這個也希望大家要認真的 就是說這個課 老師要認真同學希望能夠互動 我上面講的這個英文 你不必太緊張 反正意思就是說 這是一個賀敘黎生物學家他講的 他說有六隻猴子 然後坐在電腦 不是電腦 打字機前面 打了一百萬年的字 然後可能請Computer Science的人 去做Data Mining 從裡面去找出來 就會發現裡面 大英博物館裡面最寶貴的字字 都在猴子隨便亂打的字裡面 都有字串裡面 都有出現這些偉大的作品 那這個當然是出現在 二十世紀初的生物學家 而且在那個時候是一個 比較左派在盛行的時代 他認為說 你這一些知識分子 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其實普羅大眾 平常沒有在思考的過程中 他所累積出來的東西 你好好把它找出來 所有的寶貝都在那裡面 那當然這個事情 我就隨便舉了一個 在中國的古書叫做通典裡面的一段文字 就是說 君子自用在乎金幫 金幫在乎歷士 歷士在乎屍古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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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些字 這是古文 我們講白話文一點就是說 他反正就說你 你這個讀書的人要治理國家 治理國家就要做事情 不是嘴巴空的講 那你要做事情一定要學習古人 可是學習古人不是齒古古化 就是要認識你的時代等等 你才可以做出來 這裡面總共有49個字 那我現在想一想 假如中文的字假設是1000個字就好 我就做很簡單假設 那大家 我用1000個字裡面要猜出第一個字是君 機率 大概我想不管學文組理組 大家都知道是1000文之一 那第二個字要猜到子的話 機率多少 所以也是1000文之一 但是君子兩個字都要出現 大家都知道是1000文之一 乘以1000文之一嘛 所以換句話講 要猜出 從中文字 假設有1000個字要猜出這49個字 你的機率是多少 就1000文之一乘以的49字方 這個我想一點點的國中的數學 你都可以知道 是10的乎147字方 那我現在來講 地球歷史 就是我們學地球科學人知道 10的18字方秒 那你說 反正老師我不要背 那我就說 對 我完全贊成你 我最討厭背的 反正這個知道就好 那我現在假設 不要說六隻猴子在打字 我可不可以舉個 100億隻孫悟空猴子在打字 可不可以 那同學說 老師你為什麼不舉1000億 我說沒關係 你看著就好 我們先100億隻猴子打字 然後一個猴子 每秒鐘我給他打1萬個字好不好 就跟現在最快的機關槍 速度差不多一樣 那這樣乘起來的話多少 10的32字方 所以你有1000億隻的話 就10的3字方 打字快10倍 10的34 反正你再怎麼加 就是10的30幾次方到10的40幾次方 可是你把它乘以 剛才我們猜說 如果機率是10的-147次方 乘起來是不是10的-110幾次方 基本上是怎麼樣 機率等於0 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 如果下一次你看到聯考的考題 跟某一個補習班的題目一樣 他說這是巧合的話 大概我們不能講這個 就說這個大家笑一笑 說你應該去學一點簡單的機率學 就知道 是不是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當然我講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同學不要 我們還是講一個很冠冕堂皇的 我們大家討論事情其實是一個 非常非常serious的business 我們大家不可能 很多的知識跟很多文明 並不是隨意 你就會自動出來 那當然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觀點就會很多 我自己學理工的 我自己知道 其實在人類的歷史裡面 光線跟輻射是幾乎每一個科學 都是從這邊長出來的 但是同樣的光線 大概同學可能從小大家有聽過 知道一根筷子放在水裡面 是不是看起來會有點曲折 那是因為光會受到水的折射 那這個東西人類在了解微積分的時候 他也做到很多這種事情 但是同樣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人看到在魚 魚在這裡是不是光線有所折射 不過我就說同樣的人類 我去找了一下 我們有興趣的事情裡面 我就發現有一種是 坐在這邊看的時候 搞不好你旁邊做一個非常漂亮的女生 你就會問她說 魚快樂嗎? 我認為魚很快樂 然後你的女朋友就跟你講說 你又不是魚 你怎麼知道魚很快樂 然後你就跟她講說 你又不是我 你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魚很快樂 那如果大家對話到這裡的時候 也許這個觀點 你也許將來蠻適合去讀哲學系 專攻 裝子哲學 那當然如果你同樣坐在我們作業服 看魚看到哲社的時候 也許心裡在想說 搞不好星期六 某某院長會到我們學校來打太極拳 他會看到我 那這個是江太公釣魚的話 也許你也蠻適合將來有機會可以從政 那當然如果你看到這個就想到說 所以我要插這個魚的話 插子一定要稍微邊一點的話 也許你可以就像武俠小說裡面 張無忌在冰火山的刺魚 你可以參加夜夜社 參加什麼店 那當然我們小時候也有完全不一樣 我們小時候有看到有非常所謂世界的偉人 民族的救星 他是看到魚子要逆流而上的時候 他已經熱血沸騰 要立志要救國救民 不過最後當然 我們在學科學家的人都比較冷靜 不要這樣 反正還是這只有一個客觀的事實 就是折射定律 光在兩點之間要走最短的時間 那當然這裡面啦啦咋咋 我就在講說 其實科學有時候當然看起來好像比較絕對 但是其實涉及到人 涉及到很多時候 我們中間會有很多不一樣的觀點出來 所以在這個課裡面 也許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事情會有不一樣 那當然這裡面為什麼呢 因為我講到我個人覺得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應該要認識我們的時代 那我們這個時代 我個人看到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數位跟數學 那因為你的所有東西都是數位 所以你當然希望有一些數學去了解它和它 那這個數位我想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照相機甚至各式各樣的資訊 你最後現在都是會變成數學的資訊 那這個東西在改變我們的世界 那另外一個事情當然是大家可以看到 電腦跟網路的出現 Internet的出現 我們在台灣很習慣 我前幾個禮拜到美國的鄉下去 那真的是網路不通的時候突然感覺到 原來網路跟沒水沒電是一樣的痛苦 整個全球化以及網路以及這些東西 改變了我們的世界 它帶動了知識的普及 我們的OpenCourseWare 我們可以看到MIT的Course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知識 很多很多的散步 可以變得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的教學也許也不再是 全部都是老師在講 可以有完全不一樣的形式 但是整個世界都在改變 這個全球化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另外一個事情 亞洲的崛起 或者左派一點中國的崛起 或者這樣 這個整個世界的重心是在改變 那當然還有一個大家關心的 就是環境的變遷 那這個像我自己個人大氣科學系 就是環境 哇 這個是上個禮拜 非常的 美國冬天風暴 英國風暴 兩大系統 手牽著手 那我們這個講得很沒氣質的 就說這個手牽手 兩個風暴之間的距離是5000公里 跟我們的數學理論一樣 但是這個是我們試著要去了解這些事情 那你去了解的話 你可以看到在1970年代 我讀大學的時候 美國的時代雜誌都是這種穿著厚外套的 為主題 但是現在的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可愛的北極熊 全球暖化的問題 但是當然是環境變遷還是氣候變遷 那當然在這裡面也有很多新的挑戰 全球暖化已經節能減碳 會影響到我們的經濟 會影響到我們的一切 但是科學上大家所看到的這個是氣候模式的預測 但是現在地球的溫度卻走到這裡 這個是Economics 是一個滿好的一個 非常有程度的一個雜誌 它所報導的事情 那當然這對我們做科學的人 這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都是非常大的挑戰 那當然我希望的不是這門課我們可以帶到 我希望開一扇窗 那諸位同學 我們這裡有很多非常好的老師 我希望他們還有後續 也許就給大家開了一條路 可以去修他們的課有興趣怎樣 但這樣最後我希望的是 就是上面這個字我也不會讀 然後我去看那個他們就說大家都是亂讀 這是古拉丁文 這是古拉丁文 但是我知道這個字是很多 美國大概有四五十個大學的校訓 就是知識跟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其實就是我們要怎麼樣正確的認知世界 瞭解我們的世界 培養我們的能力 我們不會被人家誘惑 不會被人家唬弄 那當然這個是很不容易 我舉一些就是 因為我們的人的經驗非常有限 像我剛剛就是以老賣老說 我們年紀比較大 經驗比較多 但是其實也沒多多少 還有很多新的事情我們也沒經歷 諸位想想看 我們地球只是在宇宙之間一小塊 那我們的生命所經歷的時間都非常短 所以從以前莊子就講說 你怎麼知道這麼少的事情 你的經歷 你的時空經歷這麼少 你怎麼知道可以知道 那麼多的事情 你憑什麼去推到那麼遠 那當然活經的話就說阿彌陀佛 對不對 所以所有看到的事情都是假的 那就像我剛剛跟你講 希望同學參與這個課能夠熱情 但是我想如果說你說 好 我就是要出家做和尚關請門來 那大概這個熱情就跟你們沒關係 但是我們如果入室一定要熱情 但是活經講的就是說 所有的東西都是 都是不一定是你看到的這樣 那我也可以講人類建構的知識 跟真實的世界差異也許很大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想我們人類的文明走到今天 我只是舉一個簡單例子 就是我們發展出很多科學的方法 或者我們有很多方法論 我們透過這些方法來克服這些東西的局限 所以一個最常見的科學方法 其實科學方法就是利用非常有限的事實 然後建立起一些論點 或者數學模式 然後做實驗去做這些驗證 如果驗證出來對的話 就利用這個模式去做預測 如果預測也對 大概就慢慢變成我們認為它是好像我們的真理 但是如果不對的呢 修訂改善做更多的意思 所以事實上是一個不斷的迭代 並不是說你以前做的那個paper 好像現在被證明錯誤了 你覺得怎麼樣 那事實上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就是事實上是一個科學 但是在這個也許是在一個無可奈何 就像莊子講的無可奈何裡面 我們透過科學方法 透過什麼 來推展 來了解我們的科學知識 當然這裡面 以現在化的情形來講 數位、數量可能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簡單的喇喇喇講 就是課程我大概希望會有一系列的主題講座 我在這裡還是非常非常的感謝 我們這個從大概上學期末 臨時我們決定要成立這課 拜託了幾位學校的老師 然後他們也是義不容辭的 非常熱心的提供了許多意見 也參與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學期 能夠開這一扇窗 然後跟大家在這個星期四的晚上 然後大家來就好像聽演講 然後後面會有很多討論 那我當然這是個人 純粹只是個人的觀點 我希望大家可以重視到 其實我們對很多事情看法不一定一樣 但是要有懂得如何分析 如何批判 但是也如何整合 形成一個團隊 我想這個在未來 你如果不懂得整合 那你就是一言堂 你很可能參與自我感覺良好的團隊 但是你如果懂得有批判 但是批判又有懂得分析 又有懂得整合 你會有團體力量 那當然這裡面 為了要達到這個溝通非常的重要 表達非常的重要 協調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也必須講 溝通表達協調 當你在想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也在思考 並不是說我思考歸思考 溝通表達協調歸溝通表達協調 那這裡面當然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寫作 其實寫作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在這課裡面 其實特別安排了三次 我們寫作中心的老師 來跟大家怎麼樣透過嚴謹的寫作 來規範我們人類的思想 使我們的思想更深邃 但是也當然基本上 不要講那麼深的話 對於大家怎麼樣更完整的寫作有幫助 那當然這都是一個開頭 隨後也是同學可以借這個 再去修更多的課 那數位資訊的能力 這裡面大概康世仲老師 葉秉承老師 謝尚玄老師 他們在很多方面都會有的 那國際工作的能力我想也是 就是我們認識時代 我們必須要認識國際 我常常講國際工作能力 並不一定代表說同學要去國際上工作 可是你真的要知道 外面的世界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可能會影響到我們什麼 甚至外面的科技發生了什麼事情 很多這種東西都是我們必須要知道 那謝尚玄老師是以前我們在國際事務上面 我們學校非常非常的有經驗 所以他自學級 我也是非常感謝他能夠來給我們參與 所以大概我在開頭這裡就講到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我想我就是請我們的老師 上來簡單的自我介紹 或者跟大家其免一下 那我們開始是 是不是 簡訊生老師 因為... 陳老師 謝謝 謝謝郭老師 還有在場幾位老師 以及所有的學生們 有機會能夠帶大家 跟這邊一起互動 那今天是開學第一週 然後特別是這個課程的一個開場 那這個課其實剛開始 郭老師跟我們幾位老師 在共同規劃跟設計這門課的時候 其實有非常深的一個期許 那特別是因為新校長的上任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重新 來反省我們過去追求台大 所謂的追求百大的過程中裡面 是不是應該停下來思考一些 我們過去可以做得更好 而沒有機會做到的這個地方 那我自己也會負責兩個禮拜的課程 那主要是跟各位做這些社會科學的一些討論 以及一些國際事務的另類的一些觀點 跟批判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在今天在這個場合裡面 我希望跟大家討論一些 比較嚴肅的一些事情 而是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那各位同學之所以有機會讀到台大 我相信有非常多人 是踩著你們同班同學的鮮血跟肩膀 才有辦法到這個地方來 可以嗎 所以是跟你們同儕有非常多的人 有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 而沒有辦法來到台大 來到台大所接受到教育部非常多的經費 以及我們這些在場的很多老師 那各位同學所面臨的歷史情境 以及各位同學過去一直很多人 也許在你們自己的網誌上 或者是很多人都抱怨過台灣 現在叫做鬼島 OK 那這個事情跟一百年前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我想跟大家講的這個歷史情境 那之所以這個歷史情境的重要性 還有很重要的是 各位到了台大 如果各位是新生一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有個非常重要的傳統 以及我們有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副思念副校長 然後有個副中有個副員 那我現在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副校長跟你們到底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OK 這是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那我希望我可以用一些比較 可能大概也很難輕鬆跟幽默 大家要能夠想想這件事情 那各位 今年有機會在台大入學 我相信你們大概是198889或1990年代出生的人 對不對 所以你們可能就是20世紀的89幾年生 沒錯吧 那我跟康世仲老師 還有葉秉成老師 大概就是20世紀的六七年級生 我們出生於1971、72、73、74 不小心透露我們的年齡 那我老師跟齊老師可能就是四五年級生 一百年前也有相同的一批人 我這邊講的知識分子當然是 從過去我們講的華人這個傳統 那台灣在那個時候因為日劇時代的歌劇 如果各位去看大道成 那講的是另外一個故事 當然也有蔣衛水先生有各式各樣 那我講的是我們另外一個傳統 因為我們從傅斯年教授開始講起 那個時候的傅斯年教授 用王泛生老師 他是中研院的副院長 也是我們中研院的院士 他是研究傅斯年的專家 他認為傅斯年先生在一百年前 他就出生於1896年 就是各位一百年前的八九年級生 他面臨的歷史情境有三個 第一個是後傳統 什麼叫做後傳統 是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 其實都認為中國還是很厲害 並且隔邊的日本只不過是一個小倭寇 可是沒想到在他出生的前一年 發生了我們今年講的甲午年 就是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戰爭 中國竟然被日本打敗了 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 是完全無法接受他們想像過的那樣子的 一個非常大的傳統 竟然竟然的不見了 這個是不是很像各位 曾經在歷史教科書上所讀過的台灣奇蹟 之所以叫鬼島 以及之所以我們以前一直認為有台灣奇蹟 其實是很類似的經驗 就是各位過去所認識的傳統 似乎已經不見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其實是所謂的後科舉 後科舉講的其實是說 當時的知識分子 如果他願意報效國家 有一個很清楚跟很簡單的方法 參與社會 那就是考科舉 可是各位知道 在他想要讀科舉的那段時間 當他可以考試 假設他十歲就可以考試 就是1906年科舉 竟好被廢除了 所以那個時候為什麼會有很多革命分子 其實也跟科舉無法參加也有點關係 就是這個歷史 是不是很類似各位現代的情境 各位現在很想要積極的參與社會 很想要如何的廣泛的參與 以及改造社會 可是卻有一點不知所措 其實跟副思年副校長 當年其實也非常的接近 第三個副思年副校長 跟各位也很接近的地方 其實是他面臨的那個年代的歷史學者 一個非常重要的辯論 就是夏商周到底存不存在 那個時候有一個叫做為始變 是那些歷史通通都是假的 然後那一群包括我們的副校長 也確實曾經是為始變很重要的支持者 但是後來這件事情也很快的 就整個結束了這個辯論 是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用了一個很科學的方法 同時也在考古、甲骨文、陰虛 發生的這個文化裡面 用斷代史、用科學的技術 重新檢驗了甲骨文 重新看到了這個陰商文明 然後重新確定了這個夏商周 至少商這個年代是可以被確定下來 是不是很像各位目前的情境 如何的可以尋找一個跨領域 跟跨科技 跟跨整合的方法 來處理這件事情 各位有機會讀到台大 有機會跟傅思年、傅先生、傅忠、傅元在一起 其實是你們的情境 跟他一百年前沒有顯著的差別 可是人家做得到 各位在這邊 正好能夠在這樣的傳統裡面 是不是也有機會 可以想像這些事情 當時有很多很多 非常辛苦的知識分子 在民國初年 在抗戰 在各式各樣的過程裡面 他們還是很認真的 在思考人類文明 以及他們那個社會的未來 跟各位現在 穿得也不錯 過得也不錯 還在踩著別人的鮮血跟肩膀 讀到這個好的大學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再想一想 還可以再做點什麼 所以我覺得今天第一件事情 是想跟各位想 這個時代歷史任務的責任跟使命 是不是有可能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目前台灣的社會 不是只有各位跟富斯年先生的那個情境很接近 而是整個局面都差不多 當年他們面臨的是列強入侵 我們現在大家整天看到的都是中國要進來 怎樣怎樣 就單強 並且也不管叫不叫入侵 你不管是 可是他很清楚的 他為我們的影響力越來越深刻 當年那個時候其實是皇帝很昏庸 那各位所認識的兩位總統 能力也不太好 沒錯吧 當年慈禧太后 某個程度上其實是某一種情質的外妻干政 不管外妻或是什麼 就這種類似這樣子的這種情況 我們過去的兩位總統 其實他的太太或他的姐姐 也很曾經的在做很多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帝國入侵 皇帝婚憂 外妻干政 國家束手無策 跟現在也非常的接近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有所突破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那個時候的金師大學堂 其實就很像我們現在的台大政想要改變 所以我們沒有很清楚的 那個時候如果你是好的知識分子 你不是革命派 你要嘛就是立先派 那個時候沒有良心的 或者只想到自己的 可能就會變成保皇黨 不然就會變成只想到自己要發國難財的商人 那我相信各位有機會能夠在這邊念書 然後願意的禮拜三禮拜四的晚上來聽我們 一起來討論事情 我相信大家不是這個想法 所以是不是可以回來想想看 當年其實人家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做到類似這樣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裡面 建橋大學的校長就非常的有趣 他其實就一直在講 各位來大學的目的 是要把知識的邊界往前推 那如果你有這樣子的期許 你修了這個課 以及修了台大很多其他方面的課程 那我非常肯定的 是我們在場的所有老師 以及台大其他很多位老師 都願意協助你們 如同建橋大學這樣子 讓你們共同的為人類文明一起的把知識往前推 這個工作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希望用最後一個來跟大家做結語 那這個是我們的副週末想大家都知道 那旁邊呢 是傅思年校長他要去英國念書的時候 當時的北大或是金師大學堂的校長 蔡元培先生送給他的對聯 山平水遠倉芒外 在那個時候 整個知識分子面臨的困局 以及各位對於台灣 一直叫做鬼島 這樣子可能有很多不滿 那個想要爆發的衝動 想要尋求新的可能性 在這個時候 立體天開只顧忠 是希望各位可以跟我們 在這個學期 以及跟我們在這個台大 如果你剛入學 好好的四年裡面 一起尋找新的可能性 那我相信在這邊 如果各位有機會 跟我們幾位老師一起互動 然後在郭老師這樣的設計之下 還有在其他老師的同學的領導之下 以及這樣的互動的課程裡面 你會出現的另類校園觀點 另類觀點的校園串聯 大家在一起團結就有力 這個是團結才有力 這個是那個內部電影 諸葛亮內部電影 你知道什麼名字 大道成 你就很瞎嘛 他就在二樓喊這句話 各位如果有去看 我相信各位如果有機會 一起跟我們努力 這個另類觀點的校園串聯 是做得到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一定可以突破出新的困境 我們也可以重新連結到 我們所認識的這個副校長 以及他們認識的這個知識分子 當年的年代 所以我就簡單跟大家齊循這幾件事情 那至於我要上課的這個內容 各位上我的網站 我以前讀土木系 所以這邊夏老師跟那個康老師 也是我們以前的老師跟朋友 我現在做社會科學 那希望以後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 就社會科學跟人文的觀點 再多做討論 那我簡單跟大家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同學大家好 謝謝大家這麼晚 這個晚上還來修這門課 那我會非常相信這門課 對各位都很有幫助 那我順著這個 檢老師剛才講的那句話 就是大學就是把這個知識 怎麼樣的往前推的一個過程 大學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地方 同學們來這邊學習知識 其實有很多的責任 不只是自己很優秀 然後可以進到這個大學裡面 可以實現自己人生的一些夢想 但是這個其實如果跟大學真正的意義 比較起來 是非常非常小的一個 這個應該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其實大學整個意義就是我們集結 所有這個社會的精英 在這邊一起研討 一起思考 那把這個知識 把人類的福祉 往前推的一個地方 而且也是一個過程 那老師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 就是幫助各位完成 也是幫助這個社會完成這件事 的一群人 那我很高興 今天郭老師可以邀請我 有這個機會 讓我來講有關數位能力 數位媒體這方面的這個題目 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高中 然後剛剛大學 跟各位年紀一樣的時候 我自己的那個時候 坐在這邊的這種夢想 我是念土木系 那我那時候為什麼會念土木系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 我看到有一座橋 就是看到這個橋很大 那我覺得一個工程師 我對工程很有興趣 我覺得能夠做最大東西的工程師 就是我最有興趣 那土木系就是做最大的這種東西的 這個這樣工程師 那他可以把兩地的人連在一起 他可以把台北到高雄 把一個很遠的距離 變成時間上變得很短 所以我那時候很有興趣 進到這個領域 可是為什麼土木系的老師 來講這個數位能力 這其實是我差不多在 在當然我求學階段 我一直在念土木系 其實念到博士了 那這中間不斷的使用到電腦的資訊 那資訊的這個能力 電腦的這些技術 那各位同學可能 會跟我當年一樣 會認為電腦技術是一個技術 我今天是用電腦 或者是不用電腦 其實我慢慢慢慢在這幾年的 研究跟教學的經驗 這樣累積下來 我發現所謂的電腦 或者是資訊技術 並不是一個擺在那裡的科技 它其實是一個thinking process 它是一個你的思考的一個邏輯跟方式 它可以是一個工具 它可以是你解決問題的一個工具跟方法 那它也可以是一個產品 可以是一個服務 你以後用這個東西來維持你下半輩子的人生 這個都是有機會有可能的 那我會覺得我們在過去的教育裡面 甚至到現在 各位從小時候學到高中 所謂的資訊能力都好像在電腦課裡面 你今天在解一個數學題目的時候 很少很少的老師有辦法用資訊的能力 就是教你如何用資訊的方式 解一個很簡單的可能是 是一個聯力方程式 你有辦法用電腦把它解出來嗎 那更何況稍微複雜一點的數學問題 你今天遇到一個社會學的問題 社會科學的問題 你有沒有辦法用資訊化的方式去蒐集資料 資訊化的方式去分析資料跟呈現資料 那再看到科學的問題 剛才郭老師有特別講到 有很多數學的方法 古典知識分子這樣累積下來 這麼多古典的方法 思維的方式 邏輯的推演 你有辦法用資訊的手段把它放大成 一千倍一萬倍一千萬倍 你有辦法做到這些 那在我們的過去的教育裡面 應該說現在教育 各位的過去教育 從小學一直到高中 或許這方面的訓練都不是很紮實 那我不敢說在台大裡面 你所有的課程都有包含這些 但是在大一的時候 如果在我這堂課裡面 我大概會有兩次的機會 慢慢帶入這種 computational thinking的這種 數位思考跟計算思考 就是你在思考的時候 不僅用人的邏輯 跟我們平常 之前訓練的科學的邏輯去思考 以外 你還加上數位能力的這種思考邏輯 那我相信是對各位在這邊 可能都是非常不同的領域的同學們 都會很有幫助 你帶著數位思考的能力 你再慢慢的在你的不同的學科裡面 跟我一樣 我是在土木工程裡面 慢慢在這個 用這個數位思考 來看很多問題 那找到很多新的機會 跟解決的可能性 那我希望在我這兩次的課程裡面 真的能夠幫助到大家 那在這邊先 祝大家這頓課 有學到很多的東西 也希望大家到時候 我們應該到期末的時候 應該是比較後半的時候 我們見面的時候 可以跟我有很好的一個研討 那我們有激盪出很多新的思維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電視系葉秉成 好 那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電視系老師葉秉成 我在這 這次的哲學學課當中 大概會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大概會比較負責 就是在溝通表達這個部分 然後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我想這部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這個事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在美國念博士是 2000年到2005年念博士 那我在2003年那一年 開始 西上有一門課缺老師 他們就問我說 Benson你可不可以幫我們當老師 那我就那時候就 邊念博士 然後就在我們西上邊幫我們開一個課 那我那個課 這個 有個期末的這個 final presentation 那我本來就知道說 美國人 這個美國小孩子應該都很會講話 這美國的學生應該都很會present 所以 其實如果那天 報告的時候 如果有九成以上講得很好 我也不會很意外 OK 可是那天 我讓學生上台報告的時候 我真的嚇到 因為 是每一個人都講得很好 每一個人就有鬼啊 你知道嗎 然後每一個人不只是講得很好 然後我就嚇到 那我下課的時候 找一個跟我比較熟的美國學生 我說 欸啊你怎麼 每個power point都做到家裡還 我不是講台語話 我說 每個power point都這麼厲害 做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Benson不一樣 他就說 他有必修課在教這個東西啊 那我那時候非常震撼 我就說 欸 這個 這個 你居然是大學部就有一個必修課在教贓的東西 那我後來要花一點時間再去搜尋一下 發現不只Michigan是這個樣子 好幾家美國的頂尖大學都是這個樣子 那你想想看 這個是2003年 那已經是十年前 而且在那個之前 他們就已經這樣做 已經不知道多久了 OK 那我那時候 因為我連回台大 我就覺得說 我說 這個不行 這個美國的頂尖大學已經 美國領先我們這麼 這個觀念已經進步到這個程度 就是說 專業的知識 很重要之外 他認為 你能不能講給人家聽得懂 這件事情 也是很重要 也是個必修課 所以 我那時候回台大學 就覺得說 這課 我現在想辦法把它開出來 所以 後來回台大以後 又過了很多年 幾年的生理規劃 所以我就是 開出了這個台大一個 一個蠻特別的課 就是 簡報製作為表達 那這個課其實是 一整個學期的課 那不是說 我們在這邊 兩個禮拜 其實你就可以 就可以 學會怎麼做簡報 沒有那麼容易 那事實上 簡報 我常跟同學講 簡報 或是表達能力 這其實是一個 一種 這是一種 也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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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 它不出了一種 Mindset 它也是一種藝術 它是一個 一輩子不斷的一直去成長 一直去找尋最適合你的風格 一輩子的事情去探索的 所以 其實 這個學期 這兩個禮拜 老師在這邊可以跟你們分享 就是把一些想法丟給你們 讓你們對這個事情 可以更多的了解 但是 在這個時候當中 其實你要記住 就是從大一開始 你有大學 很多同學 想法很難易 你知道嗎 他們想法就是說 反正 到時候去上班的時候 需要做簡報 自然就開始會做簡報了 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像這個簡報 在外面一個班 多貴 現在在外面一個班的話 18個 18個小時 職車會有一個班 18個小時 它是一萬零五百塊 OK 這個還算便宜的 還有到五萬塊的 然後 而且這些班都供不應求 就是你要報也有時候 多多報不進去 因為報滿 OK 所以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人家願意花這麼多錢 修這個科 就是說在外面 就是因為 這個東西在外 未來人知場上 你會發現這件事 非常非常重要 OK 那 溝通 大家記住 溝通表達 其實不是只是 廣義的 不是說只是狹義的 只是嘴巴講 這種溝通表達而已 事實上 這裡面很多原則都是通的 包括比如說像 我們在學校 教學做簡報做表達 其實它很多原則 跟它在寫論文 寫作也是相通的 甚至還有很多其他的別的事情 其實背後的帶念都一樣 所以我想 這個學習 這個 襯搭 這個大一的時候 就是 大一的時候 先有這樣的想法 那你這個大學四年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 比別人提前一步 知道說這個是你的重要性 這大學四年的時候 人家這個 以後什麼通識課 或什麼課 要分組報告 要推判的報告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這是一個磨練的機會 趕快自己搶先說 找我找我找我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會把你們訓練成 有點困難 但是希望 你們每個人都是 可以變成像那個 那種百萬小學堂裡面 那種非常討人厭 那種 學我學我學我 希望你要變成那不得心了 不然你以後很難跟他們 這些競爭你知道嗎 OK 我想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希望這個兩個禮拜 然後給大家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讓大家以後能夠 在這個事情上 能夠 比別人更急 更急服 OK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接下來 補貨系 謝上全 謝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首先我要感謝那個 郭老師 邀請我這學習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關這個全球化的這個思考 那我跟同學只會有一個禮拜 的這個上課這個相處時間 但是我想我們今天認識了 你們有任何的問題 想要跟我討論 那反正在課程 這個課都有這個資訊 所以我其實會很希望就是說 你們可以告訴我說 你們希望我要講什麼 或你們期待想要聽到的東西 那因為我的那個時間 好像是在六月初 所以其實還有一段時間 那不過我剛剛今天的幾個老師講 我現在壓力變得很大 因為好像這個 我本來就知道 我們郭老師邀請的 這幾位老師都非常的能講 我想大家剛剛都見識到 那我只有 他們有的有兩次三次 我只有一次 所以我只有一次機會而已 隨便壓力很大 沒有第二堂課可以彌補 我想 我想 我 因為我們這個 我能夠跟大家討論的時間 不會很長 那我認為說 在這個新生講座 其實是給大家 一個好的其實點 尤其你們現在是在大意 那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 學習其實是 主要是你們的事情 我們老師是來協助你們 那台大是希望能夠創造一個好的環境 讓同學在這裡面來學習 那 要怎麼學 那 你們想要把自己變成 什麼樣的人 這個要由你們自己去決定 不是由我們老師來告訴你說 你要做什麼 也不是由家長 那 所以我想在這個課程裡面 其實 最基本最基本 我覺得我應該 要跟大家討論的是說 你們在大學的這段時間 怎麼樣能夠善用 周圍的資源 包括在台大 甚至在社會上這些資源 因為畢竟台大的同學們 是享受 我必須說是享受 可能最多的社會資源 那 你怎麼利用善用這樣的一個資源 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去迎向全世界 那當然這裡面呢 我們可以來討論 大家也可以去思考 就是你所謂的這個全球化 到底是 對你來說是什麼意義 那 你在想的這個全球化 這個議題 是只是你大學畢業 就是四年以後 就是四年以後 這樣的一個全球 你可以想像的是這樣子 還是說二十年後 你要準備的是四年後 二十年後 三十年後 OK 那 你想清楚了 就是有概念 然後你想要的 應該是怎麼樣 那接下來就是 那你怎麼去準備 你要花幾年去準備 讓你可以達到 一個高枕無憂 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 我過去這幾年 因為 也在國際事務處 那其實我們 老師們 台大老師常常也都出國去 參與一些會議 跟一些 國際的一些友人 在做一些討論 那其實這幾年 坦白說 大家出生 一直到現在 這二十年 可能是最近這一百多年來 人類這個 歷史裡面 科技啊 經濟政治文化 變化最大的 段時間 尤其在科技方面 而這個科技影響到 人類的生活的 這個 這個衝擊力也是最大的 那 我真的很 希望就是說 因為你們就是 在這樣一個環境裡面 成長的 所以其實你們 沒有我們擔心的問題 但是從另外一些 資訊看起來呢 各位同學 某種程度 又是有點像 是有點handicap 就是 有一些地方 好像還是有點不足 那當然這跟我們 你們過去受的這個教育 可能有關係 有些同學可能 平常 除了 這個學業以外呢 有 比較去關照 這個世界到底在 產生什麼變化 那 有些同學呢 可能 無暇他顧 因為會不會 因為會要上台大 所以 就沒有去注意到 那 如果你還沒有的話 我想 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任何時間都不會太晚 那因為我 我自己的成長的經驗 我其實到了國外念書 然後慢慢的我才發現說 原來 我們之前在 學校裡面的 這個視野真的有點太窄 甚至有些能力呢 事實上是沒有培養起來 那 在過去這個 這麼長一段時間呢 我們都一直在彌補這件事情 至少我個人覺得是做得到的 辛苦 但是做得到 那各位同學 早一點的話呢 就不會像我們這麼辛苦 那 這個世界變化很大 大家在台灣 很多同學可能只注意台灣 內部發生的事情 不太去注意世界上發生 那因為我在國際上還蠻常去跑的 我今天很簡單的說 就是這個世界變化很大 那 非常的競爭現在 其實包括我們的這個 高等教育這個市場 也非常的競爭 我舉一個例子 給大家做一點 也延續剛剛 康老師提到的 我去 去年還前年 我現在時間有時候 我記不太起來 我去訪問這個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就是英國的帝國學院 他是在英國 算是 從研究的角度來說 他是No.1 沒有人有意見 他基本上收的主要是理工 他現在也有管理學院 他有醫學院 所以他的學生是完全頂 就是絕對是全球頂尖 這個沒有話講 因為我有一個 碩士班的一個學生 就是跟我念碩士 然後他在那邊念博士班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們在這邊的課程怎麼樣 然後 因為我在國際事務處 我去他們也有 present說 他們其實在 除了這個專業科目以外 他們其實開了很多的 有點像我們現在 今天大家要秀這個 新生講座的這種議題的課程 給他們的博士班的學生 包括你怎麼溝通 怎麼做 怎麼present 甚至你怎麼去 甚至寫介紹信 寫信 就是writing 這類的課程 不是必修 不是必修 那他們就想說 這個學校就說 我就看這些學生 會不會想要修 結果呢 很多人去修 甚至超過這個 他們需要 就是他們一直去修 那這些都是世界頂尖的學生 那剛剛葉比辰 葉老師已經有提過了 他們其實已經很強了 可是他們要更好 那在博士班的教育 就已經是這樣子 他們認為說 其實這些學生 頂尖學生 就像你們現在 我們認為你們是台灣 最頂尖的學生 其實知識的追求 對你們來說 可能是piece of cake 很簡單 甚至你們已經 沒什麼胃口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的面向 你們可能是 我剛剛講的是handicap 那這個是我們 我想我們在這門課裡面 很想要提醒你們 我認為台大學生 只要被提醒 然後你們只要願意 沒有做不到 對 我對你們的信心是這樣子 那我想 很高興有這個緣分 跟大家認識 我想今天好像說 只能五分鐘 不曉得我講了多久 不過我想大概 差不多五分鐘 以我當老師這麼久的直覺 所以呢 我想我在這邊 先做一個ending 但是我非常歡迎同學 隨時可以跟我一起討論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其實我們這一堂課 最後一堂課 我是先保留住 還是有機會 好 那我們最後 請寫舊中心理老師 來 我昨天去開會啊 開會回來之後 後來 我們心裡就提醒我 今天有這堂課 那我前幾天收到 這一個課的消息的時候 是告訴我說 就是幾個同學 大家聊聊天 然後什麼都不用準備 然後很快 對 我今晚的時候就發現 階梯是教師 然後老師們都在 連夜教授都在 然後後來就發現 然後剛才那個檢教授 又把他的PPT拿走 我就知道 我上當了 但是OK Let's talk about it 其實我們剛開始接到 這個課的邀請的時候 我收到這個邀請 我們主任跟我 我們總共準備 是三個section 我們知道之後 我們是非常開心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主任 他很早期 就在國外讀書 那我從大學開始 都在國外 所以我在台大又負責 研究所的課程 所以我很少看到 這麼年輕的學生 看到有一種說不上了 終點女人的快樂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們接這樣的課 那我們早期在國外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在讀大學 我在碩士跟博士 是在英國拿的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樣 但是我常常修一些 很多教授一起開的課程 他們都是屬於演講的方式去開 為什麼呢 我會發現說他們 不只是他們肚子裡有墨水 他們有更多的生活經驗 可以去學習 所以校王課 我是那種教授裡面 最大的噩夢 為什麼我會抓著人不放 因為我就覺得 我付了學費 所以說 我知道說我們台灣 要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開心 為什麼 就是剛才幾個教授都說 不是說喝過羊墨水 就多惱不起 所以我們不是一再的提起說 在國外拿學位 是很惱不起 這是要告訴大家說 世界很大 所以我們台灣在台灣 我們台大在台灣是首服 沒有錯 但是我們可能要走出去 把眼光泛雨一點看 所以我們出去過了之後 就更知道說我們自己國家 哪個地方不足 哪個地方希望加強 所以說有這樣的邀請行的話 否則說像我們的話 平常如果不來上課 我大概就在家裡 吃鹹書記看著甄嬛傳 我也不需要在這裡 但是可以來這裡分享 也是一件好事 我負責的是Reading的部分 那我們主任負責的是Writing的部分 都是我們寫作中心負責的三堂課 為什麼Reading跟Writing放在一起呢 我其實很贊成剛才教授說的話 寫作是一種思想的過程 它是一種思想的沉澱 但是在你寫之前 你必須要接受更多的Information 你要學會觀察 在觀察Observation的過程中 Reading就是一個很重要的Skill 但是你今天可以坐在這裡 就表示你基本的ReadingSkill 已經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不會在這邊跟你講說 什麼是Main Idea 然後試試看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我要教你的是什麼呢 我要教你的是說 像我今天中午就發生了一件事 我去買飲料 然後後少姐就看著我說 請問你要買什麼 我說我要珍珠奶茶 她就看著我說 你珍珠奶茶 我說怎麼樣 胖子不能喝珍珠奶茶 對 然後她就說你要 然後她看了我一下說 七分糖 我就說 本子不想輸的心態 我說八分 她就說我們只有七分沒有八分 你大概七分都多少 這樣湯子 再加一點點 就是八分 對 然後後來她就講說 那好 就往八分之後說 我們買一杯會送一杯 怎麼樣 胖子都吃了很多嗎 然後我就說 不要一杯就好 結果我後來要走之前才發現 我才發現 因為我之後的人都是點半糖 所以在台灣大家都喜歡點半糖 然後問我要不要喝珍珠奶茶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今天芋頭 芋頭奶茶是在折價中 所以大家幾乎都點芋頭奶茶 所以我對這件事情很簡單的幾句話 我對它有不同的翻譯 差別在哪 我的 belief 我自己想法 我對對方的行為的解釋 我不太清楚他們店裡的文化 我也不太清楚買珍珠奶茶 因為一般都是助教去幫我買 我助教今天十點他不願意去 所以很多的不同的 information 湊在一起之後的 missing 讓我對事情的真相看不太清楚 我了解了之後才知道 原來在別人眼中我是瘦的 我就開心了就走了 我要教大家的reading 不是基本的reading scale 我們要透過那三堂課 我會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心理學的一些technique 還有一些社會寫的理論 再用上美國一些社會案件 我們重新再來看這些社會事件 或者法律上的案件重新閱讀 然後一步一步的加上去 加上了文化背景 加上我們不懂的 我們認知上的不足 還有包括我們intellectual 不同的想法 你就會發現 同樣的一個事件 竟然有不同的真相 所以我們帶你的那三週的課程 是像在撥洋蔥一樣 讓你看見說 去掉很多的偽裝跟目的之後 事情的真相其實很簡單 所以我要教你的就是這個 我們蘇老師本身的期望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告訴你在看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可以看到事情 最真的那個真相 所以我不會告訴你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因為很多社會世界 沒有一定的對跟錯 要看你從誰的角度去看那件事情 但我們要教你的是 有哪些工具可以讓你撥開那兩鐘 看到裡面總共有哪些不同的layer 哪些不同的層次 這就是我們寫作中心希望可以給同學的 可以到社會上可以運用 在面對很多的社會事件的時候 大家不是一昧的在那邊吵 或是在那邊一昧的時候我要去看一 而是坐下來 曾經想思考 然後想一下 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目的在哪裡 我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希望你們可以具備這樣的能力 謝謝 請و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